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华为了一个嘱托 他迫不得已养泥丘 这么说的 我一直替他 也都掉下来 辛苦烦 莫名其妙的消失 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主要就是说你养得成功 养不成功 就是下面那个看不到的 靠着他养着泥丘的一个特点 巧妙打开全国六个省份的销售市场 浙江的周华 富重创业 靠泥丘改变全家命运 你好 欢迎收看制服经 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叫做周华 来自浙江的江山市 49岁那年 周华已经在外闯荡30年了 还是一位在农贸市场贩卖金针菇的商贩 就在那一年 一场变故 让家里连买青菜的钱都没有了 迫不得已 周华回老家 开始养殖泥丘 这次仅用四年的时间 他就把泥丘养殖场发展到了150亩 而周华这次能够快速发展的动力 来自两个女孩 这里是周华的泥丘养殖场 2013年落月22号这一天 周华的养殖场非常热闹 有几个客户来购买他的泥丘 可是当周华把他的泥丘捞上来之后 记者发现并没有多少 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 周华决定把池塘的水放干之后再捞 四个多小时之后 池塘的水虽然已经放干了 可是泥丘仍然不好抓 泥塘有一条深沟 抓泥丘的工人不小心陷了进去 周华告诉记者 每年的四到九月份 是销售泥丘的旺季 而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来销售 就是因为冬天泥丘不好抓 而销售价格比较高 我的顾客明天就卖完了 现在拉出销售定够好的 现在不是最初的时候 现在大家都炸不起来了 冬了过年了大家都要采用货 我们采取这个时间 万能没有了我们利用这个空间来炸这个泥丘 有你说的那么多泥丘吗 有啊 那我用厨头挖给你看一下 好啊 你看一下 这里面有八十公分的位 你看一下 随便动一下 来来来来来来你看到没有 随便动一下就是 看到没有 看见了看见了 我转到底下去了你看看一下 有这么多 大不大 这部分是不沉不得进去 沉不得进去 嗯 你看一下 你看看 那那你怎么抓呀 这个用手工炸 就直接用手炸 对对对对 那我教你一下 好啊 让他信息方向去抓速度快一点给他抓起来 搞他老火的话他肯定要溜走的 就这样 嗯对对对对 啊 你看呀 哇 好软呀这个 对对对对很火的 周华养殖的这种泥丘叫圆丘 它体型成圆柱形 颜色清黑 是人们最常见也最常吃到的泥丘品种之一 黑黑的泥土啊 不要看这个黑黑的泥土 买的都是宝藏 在这里买这么多的 对 这田里面都是我们的小金库啊 就是这种泥丘 在江山市很多人以前都养过 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 而周华用了四年时间 不但将这种泥丘养殖成功 还带动四十多农户一起养殖 提起他 周卫人都说 他脑子很灵活 我们当地的人士呢 脑子比较灵活 脑子呢 就是不停地动脑筋想办法 他这个人的脑袋 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他这个脑袋是怎么是 把什么事情做好 他的脑子永远不停的 是这样子 确实是这样啊 他经常跟我讲这些事情 我讲那些东西我都不懂的 我只知道自己总是不眠 你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周华泥丘养得好 脑子很灵光 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 他养泥丘也是迫不得已 提起这些 他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这么说呢 我一直提到 也都掉下来 周华四十九岁时 开始养泥丘创业 而这一切 都和坐在他身边的 这两个女孩子有关 这里是周华的老家 因为家庭贫困 周华初中毕业后 就外出打工了 后来在江山市农贸市场 靠贩卖金针菇为生 虽然赚的不多 但也能勉强维持生活 然而就在二零零七年的十二月 周华原本平静的生活 发生了改变 他的父亲得了食道癌 不幸去世 为了给父亲看病 花去了他大部分的积蓄 周华的生活陷入窘境 而更让周华感到压力大的 是父亲临终前的一个嘱托 画面中坐在周华身边的这两个女孩 周华和他的父亲 曾经共同抚养了十多年 父亲就是把这两个女孩 完全托付给了周华 村里很多年轻人都以为 他们是周华的亲生女儿 但是老人们都知道 其实并不是 夫妻两都跑出去没有回来 现在都读那个大学了 都上大学了 都上大学 都是他供的 每一年都以后几乎了 每年 亲姐他们都会打电话 发信息给我 反正都想得比我周到 原来周华原本有一个哥哥 患有轻微精神疾病 1997年外出打工 没有想到这一走 至今都没有音讯 哥哥的妻子改嫁 留下了两个女儿 当时一个只有六岁 另一个还不到三岁 包括啊 这男后我知道了线索 也跑过去找过 找过以后都懂得 又发觉了这个事情 我也不知道 怎么要发觉 查得多 正我的力量挺少 所以的话我都 没办法这么说这个事情 没印象 我没见过 从初生到 到现在 总共才见过两次吧 印象里 应该我姐姐印象会比较深 其实我对她 就是长得什么样 就只有一个很模糊的印象 抚养哥哥的两个女儿 就全部落在了周华的肩上 一家老小六口人 都要靠她一个人养货 可是贩卖金针菇 挣来的钱 根本无法维持 周华就在江山市的农贸市场里转悠 想找点其他的事情来做 两年之后 周华有了一个决定 他要养殖泥丘 周华觉得 泥丘可以养 可看到她家里面的情况 周围的人都纷纷替她担心起来 周华也知道 大规模养泥丘有风险 他更知道家里的状况 不允许自己有任何闪失 现在这个岁数了 酒不踏完的话 你干本你不要进去做这事 你给她一酒踩在哪里 把香蕾咽下去的话 你肯定就爬不起来 2009年3月 周华开始查阅有关泥丘的资料 还走访了山东 四川 江西等十多个泥丘养殖场 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养殖上的细节 直到现在 仍然保留着这样的习惯 连泥巴都不放过 就在干什么呀 看一下 这个泥巴 看一下这个泥巴 我让它肥的 肥是什么意思呀 肥的话就是说养泥丘 是养是好养的 就是说怕就是四斤甘蕾达 这个天气温度不适合嘛 一下子热一下子温度不适合 就是说看看泥巴 适不适合泥丘生长是吗 对对对 经过考察周华发现 去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泥丘 而适合当地养殖的是这种圆丘 2009年5月 周华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50多万元 流转了20多亩土地 从外地引进了8000多群圆丘的肿苗 开始养殖 因为之前 他做了两个多月的细致准备 到了年底 他的第一批泥丘苗成功养活 卖了50多万元 2009年9月 周华有了大胆的想法 他要研究泥丘肿苗的繁育 外面一般拉一下的话 这些田的话最少都60多万 因为自己孵化的话才20万 如果自己孵化 跟外面拉过来 就省40万块钱 周华想的挺好 可这件事绝非一般 狐要见苗死要见尸 周华辛苦繁育出的泥丘苗 就在他眼皮底下消失了 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2010年4月的一天 周华繁育出的第一批 种泥丘产卵了 经过30多个小时 这些泥丘卵 顺利地变成了泥丘苗 哎呀 我出来了 我们都很高兴啊 反正我来了好几个朋友 他讲 你那么好的技术会出来 看了那么一大便 我出来了 我这些朋友过来 很高兴 看到这些孵出来的泥丘苗 周华很是高兴 可是他似乎高兴了 有点早 到第二天的话 莫名其妙的 看不见这个软了 软没有了 苗也没有了 也没发现 他尸体各方面都没发现过 连一条死尸都没有发现 周华心里非常着急 他的泥丘苗 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之后的几天 他发现泥丘苗一天比一天少 有一些泥丘卵也消失了 那些把我当工的来 我不会玩 因为这个都是 刚刚小小的 那个软唱出来 不可能是发现 哎呀 这个 他们那些来 给我们拉走 就是那个白鹿 还是什么的 他很喜欢吃这个 主要就是说 你养得成功 养不成功 就是下面 看不到的 村民说的 看不见的东西 是指青蛙 水蛇等动物 这些动物都是泥丘的天敌 周华觉得 泥丘苗可能是被他们给吃了 他决定连夜守在池塘不远处看着 他要抓出这个幕后黑手 少了一页的话 看了一页的话 一 也没发现这个水老鼠啊 什么青蛙啊 什么 水蛇啊 各方面 要不相当 想不通这个事情 直到现在 即使是在冬天 周华仍然每晚都会像这样 寻堂好几次 周华说 之所以这样认真 是因为水下 都是他的命根子 为什么大晚上还要看啊 因为我们表面上 看不到什么东西的啊 那水下都是我们这个 泥巴下面都是我们的宝贝啊 我一上当中的啊 命根子啊 肯定重要的 下面都是黄金啊 当初周华每天都像这样寻堂 可让周华匪夷所思的是 有时就隔着一两个小时看一次 泥丘苗和泥丘卵就会不见了 从那时起 周华每晚睡觉前 都会像学生复习功课一样 花半个多小时把一天发生的事情 认真地回忆一下 这渐渐地成了他的一个习惯 经过四天时间的思考 周华排除了各种原因之后 似乎找到了那个幕后黑手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周华决定一刻不离地蹲在池塘旁边 目不转睛地盯着池塘里的泥丘 到了半夜周华看到了一个 让他哭笑不得的事情 结果到半夜的时候 看见他那个大英雄 用那个水啊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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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慢慢地把这个小小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卵给他 吃掉吃掉 慢慢上下上下 好结果发现这个事情 要哭 要笑 反正的话 这个事情 讲出来人家 怎么相信会自己尝出来 自己吃呢 原来是大泥丘吃掉了 泥丘卵和泥丘苗 问题找到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将大泥丘和泥丘苗分开 可是泥丘产卵的时间不一样 卵的数量有太多 不能每分每秒对他们进行分离 这里尝一下 那里尝一下 不在一起 不同一个时间尝下来的话 肯定不行了 这个发愁的问题 周华只用了一张鱼网 就轻松解决了 还是他养殖泥丘的利润 从原来的20% 提高到了60% 周华通过给将药产卵的泥丘 打催生针将泥丘的产卵时间 集中到了一起 还在产卵的池子里 放了两张网 你看 这我们有个小洞 是吧 大泥丘 藏出来轮 掉到第二层网 下面 然后把这层网 把大泥丘给它撈掉 撈掉以后的话 轮就不会给大泥丘吃掉 就是这张网 成功地将大泥丘和泥丘苗分开 大大增加了泥丘苗的成活率 再加上其他一些孵化技术 最终 周华将泥丘繁育成功 当年 他又将泥丘养殖场 从20亩扩大到130多亩 可是这么多的泥丘 他要怎么卖呢 周华巧妙地用了一个办法 将他泥丘的特点 告诉给了经销商 他的泥丘 从此销往广东 福建 江西等六个省份 这里是江山市农贸市场 周华起初 就是将泥丘 批发到这里销售 买得很好 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 周华想把泥丘 销售到全国各地 2011年年初 周华听一个朋友说 渠州市的水产市场上 有一个叫蒋松白的人 经销泥丘 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他销售泥丘的渠道 非常广 周华想通过他 把泥丘销售出去 我听我那个朋友讲 渠州市 老讲市最大的 他有一个批发项 他就是蒋松白 别看他们现在 有说有笑 2011年 在周华刚开始找他的时候 可是经历了一番周折 他到了农牧村里面 看到我在这里批发 他是他有泥丘 他养着的 当时的时候 我还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们这里本地 养得起泥丘 当时的时候 我不相信 因为我们那个 池州市里面 有人养过的 养不起 再一次 我不相信 当地人养起的泥丘 好吃不好吃 就不知道 看你现在 不要放我了 我现在泥丘 多得不得了 怎么削你的泥丘 你的泥丘 我也不知道 什么样的泥丘 蒋松柏不相信周华 能成功养活泥丘 担心以后 不能够长期供货 即使是养殖的 也不知道 周华养的泥丘 到底好消不好消 所以拒绝了他 2011年5月 周华到福建 江西等地的 水产市场上去考察 他要看看 到底什么样的泥丘 更受消费者的欢迎 我们的记者 在市场上 做调查的时候 发现很多消费者 在购买泥丘时 都说出了这样的话 他喜欢吃哪种泥丘啊 一个它是细嫩嘛 第二个它吃起来 那个比较 老软嘛 这个我不是很注意 容易煮熟一点嘛 这路也要细乱一点 记者发现 大多数消费者 都喜欢吃软的 吃着方便的泥丘 周华当时 也同样发现了 消费者的这个喜好 他立即在市场上 买了几个不同品种的泥丘 同时也买了 蒋松柏下游客户的泥丘 回到家后 周华一个一个的做对比 这一笔 让周华发现 他养的这个品种的泥丘 有一个特点 他就是利用这个特点 让蒋松柏 接受了他的泥丘 使销售额翻了一倍 2011年6月 周华再一次找到蒋松柏 这一回 他并没有直接说 让蒋松柏帮忙销售 而是拿来了几条 煮熟的泥丘 让蒋松柏品尝 结果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在采访的时候 周华特意买了 其他品种的泥丘 像当时给蒋松柏 来介绍一样 也给记者介绍起 他养殖泥丘的特点 这个刚刚煮熟的 我们来试试看吧 这个过头给露 你看一下 轻轻的一笼 露可以全部包下来 嗯 就干干净净的 这么一根骨头 对对对 你看一下 露是分离的吧 出发里面都没有露了 现在这是另一种泥丘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看到没有 那么下来 下来 十两件 对 使劲的话又断掉了 好了 下来了 看到没有 他的肉中跟个头翻比不轻 他也不太腿 你看 不管那么怎么翻车子里面也有露 真的话的 各个客户的话 自己啊 就口味不同嘛 我们有我们的口味 他有他们的口味啊 就看每一个人的喜好 当时周华就是给蒋松柏做了一个这样的对比 周华还让蒋松柏在销售泥丘的时候 将他养殖的泥丘按照他的方法煮熟进行推销 老周告诉我的方式 我跟个下面的客户跟他这么说 我那个山 看山了他也要进我的货 要我进的货他说要这种货 要老旧这个货 然后这个销售量好 所以他这个泥丘我缠包销售 原来周华养殖的泥丘正是蒋松柏一直寻找的 市场上售价高 而且受消费者欢迎的圆丘 周华这个看得见的方法 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经销商 来到他的养殖厂购买泥丘 2012年时 他的泥丘通过蒋松柏 销售到广东福建江西等地 年销售泥丘十多万金 如果说做某一种事业 要到市场上面了解他的特性 跟他的功能 跟他的难点 那摸清楚了 才会去干这样事 才能干成功 摸不清了 那你才刚上去 可能都不信你 做事情不准胜 不谦虚 那就做不好 就在我们这期节目播出前 周华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 他十分惊喜地告诉记者 在2014年3月5日那天 他走失了近20年的哥哥 终于回到了家中 我们也祝福周华 在哥哥回到身边之后 事业越做越好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的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感谢央视网的大力支持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她是城里小姑娘 年纪不大 焦滴滴 一到村里晕了瓦唧 她说什么 你完全不懂 什么都不懂 还想当村官 别人要把她赶走 她却偏要留下来创业 小姑娘做事 胆大包天 她要用不一样的办法 做生意 看重庆荣昌县的张雪 如何用四年时间 2013年 实现年销售额 700多万元 带领700多农户 一起致富